五十年专注微博摇杆技术的领航者 维一博摇杆技术 这项最早用于军事观察的科学技术 早已经在天气预报 灾害监测与预警 海洋资源开发 室内实验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以其独特的优越性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在中国微博摇杆及航天应用工程领域 有这样一位科学专家 他是我国微博摇杆技术的主要开创者 他系统地研究了 我国摇杆监测自然灾害技术系统 他提出和建立的自然灾害摇杆信息 实时传输系统 以成为我国突发性灾害监测的重要手段 他曾参与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率先推动了微博摇杆技术 在我国航天工程中的应用 他曾担任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副总设计师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利用微博摇杆技术 从月球轨道上对月球进行探测的方法 并根据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 成功绘制出全球首幅微博月亮图 为人类观测月球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它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景山 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路江景山院士 五十年专注微博摇杆技术的领航者 一九三六年二月 江景山出生于吉林省龙井市的一个朝鲜族家庭 初中毕业后成绩有矣 又不甘于留在农村的江景山 辗转数千里 来到当时的北京大同中学读高中 毕业后他参加了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 一九五六年八月 江景山考入今天的圣彼得堡国立电子工程大学 前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 开始了六年的苏联留学生涯 五十五七年十月四号 是人类第一个人类卫星上天 对我触动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卫星很有用 所以当时我下决心告人类卫星 正好是我们国家五八年 毛主席发表说我们也告人类卫星 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鼓 六年回来 回来以前我们国内对留学生很重视 所以派了一些代表团 教育部 当时电子工业部 一些领导到大学挑人 你回去做什么 我说我就告一句 这个我早就定了 回来以后 由于国家对这个方面已经开始起步 人才相当缺乏 这么说刚刚留宿回来 算是不大不小的人才 所以把我分到五八一组 中国的卫星的第一个大位 来了以后我就开始重塑卫星 一直过到七零年 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去 我微博有感发展 起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从一九七三年开始 在江景山院士的带领下 中科院微博摇杆实验室 开始从事微博摇杆技术研究 是我国最早开展 微博摇杆研究的单位之一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留宿的时候学的就是雷达和电视 这个和现在的微博摇杆 基础完全是一样 微博摇杆实际上是无缘和有缘的雷达 所以跟自己的专业比较适合 而且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所以是定干这个 一个是干航天 一个要干微博摇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年轻的江景山对微博摇像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写出了一系列论文 还出版了名为微博摇像的著作 他把微博摇像 寄给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电机人 钱学森先生 提出了中国也应深入进行 微博摇影技术研究的建议 钱先生不仅读完了他写的书 提出了修改意见 而且还写信鼓励江景山 至今江景山院士还保存着这封信 我读完了你的大作微博摇像后 更加深信 这是一项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工作 你要利用这次机会 对微博摇像艺书进行增补 使之成为一本专业著作 一旦你完成了参考书 你也就会成为微博摇像专家的 你不是外国人培养的专家 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专家 江景山从前老的信中 收到了极大的鼓舞 收集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写出了更为完整的专业著作 微博摇像 成为国内微博摇杆领域 最早期的著作之一 从40年一贯地做起来 就这个队友 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我下一代的 现在第三代已经开始干这个工作 干微博摇杆也是一个需求问题 在一个社会里边 不是你个体 你想怎么干怎么干 而且第一 如果是要做到的 你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人类的需求 国家需求 政府的需求 没有这个东西 你再也能干这不行 另外一个呢 我们有克服很多的问题 一个人要上卫星 你调频率 第二个问题分辨率 第三个是很多的工业问题 结果 还有一个是环境问题 高度上去 一公里 大概温度比地面低 七度 到 我们航空 就是一千 一万米 大家都坐过飞机了 那时候 船外已经是零下五六十度了 还有一个是 尽量耗空手 体积要小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 学人家的 人家有什么干什么 后来是兵肩着 我们现在开始 某些方面比人家好 但仍然有些方面 我们的气节还不能完全过程 这个问题是 我说我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闭眼睛一切 一定要看到 我们 关键的 元器节 关键的技术 国筛网 近四十年来 中国微博摇杆技术 特别是航天 微博摇杆技术 得到了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 对地观测 和空间探测的重要手段 江景山院士 带领他的科研团队 参与了 我国人造卫星 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 三大具有里程 被异议的重大工程 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气象预测 自然灾害监测与预警 国土资源监测 海洋资源开发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五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青年时代的经历 深刻地影响着 江景山院士的人生选择 我们家里很穷啊 他给我们关注的是 你们应该做一个 有出息的人 所以 我到北京念书 高中一年几千 大概我的人生观 是出息观 我做过有出息的人 后来 风情团 在那儿讨论 应该 树里什么样的人生观 所以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 数量小说 对我印象最大的是 钢铁深压联程 那边有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包裹可察性的 对人生观的认识 所以那以后 我们才真正地处理了 应该为大众服务 为国家服务 才处理了真正 自己 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人生观 所以这个是我整个 这个过程 对我们的印象最大的 因为这个过程 特别是我16岁到20岁 这个阶段 那以后就 很难通了你 所以这个阶段 中二青年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我国微博 摇杆技术的 主要开创者 江景山院士 不仅在相关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 业界瞩目的创新成果 还培养了一大批 微博有感专业人才 关于科研创新 江景山院士 分享了他的经验 这个最近 当中要提倡 要重新 怎么重新呢 你不能是原则本身放大 就重新了 必须是结合着国家需求 必须把自己的理想 和 创新的动力 放在满足国家需求 人民需求 人类的需求 创新没那么容易 所以口号可以提 现在就万众创新 这个口号没问题 但创新 应该大家认识到 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艺术要有的 但是好像 不要好像 非常简单 创新了 所以应该要创新的人 应该心态放平 比较大的创新 有重大意义的 突破性的创新 必须需要时间 我投入 我62块钱的工资 拿了20年 没重要过 我要干这个工作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 只要你让我吃饭 我就一直干下去 但现在看来有点傻 所以有人说 我们这些是 没有来的傻瓜 但不是傻瓜 这是国家需要的 就是有了这些 所谓的傻瓜 在中国现在才变成 在国际上有罪严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实力 中国人的罪严 就靠着我们的科技发展 当景山院士 也是一位科普事业的热心参与者 她经常到中小学 进行科普报告 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我从事这个航天领域 就晓得说 我母亲给我唱 这个半月 明歌 朝鲜之明歌 我一辈子都知道 我那时候不知道 这个月亮到底成平 一直有追求 当时就是一个梦想 是一个 后来变成幻想 什么都没有 她听了歌不又 就热闹 所以在科普过程当中 可能启发了很多 政治的人才 科普这种 你必须 你吃透了 才能用你的语言 去说人家懂得 这个东西 转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比较生动的 不枯燥 所以科普是很难的 并不是科学家都能做到 作为一个自己的本质来做 所以我也到处做报告 包括小学生都做 尽量让他们听得懂 科普本身是对 真正我们现在 所谓的科研 对很重要的一个 耗贝和补充 这两个呀 是相不相产的 很可能前来 有些长期 是可能来自科普 我是这么看的 如今 冒叠之年的 江景山院士 依然活跃在 科研和科普的第一线 希望能够用 微薄摇杆技术 为探测海洋资源 发展航空航天 及构建智慧城市 贡献一份力量 江景山院士 五十年 专注微薄摇杆技术 让太空千里眼 遨游苍穹 造福民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